大家好,我是居然,今天为了带来一个全黄雷尔凤亦在其2017版的时光点说,这才是由镇天城对战星哥,大家都知道星哥是原版凤亦在其的一个高手 来看他打这个2017版,大招直接连上,好像是一个裸杀,现在需要还对手一波 比利给他捅一棍子,现在继续寻找下一次,比利又该退一草 这个小勾腿也是连勾吗,好像安吉尔那一个勾腿啊 但是好像没有连住,应该是距离过远的原因,我们来看比利继续向前突进 中腿代替到板边,戒戒犯还剩一滴血,一滴血,好像冲不出来了吧 确实是不行了,比利一个远距离的捅棍子就可能把他捅死了 下面来到第二局 第二局看星哥等,红丸 红丸跳中腿,轻腿破防,破防之后选择马斯,直接接上一套BC 然后再来一套选择马斯,最后使用超比雷光拳 这一波操作也是六,好像也找到了这一个2017版的感觉了 BC比较简单,可以向前滑动,像十四那样子 首先给他来一个空头,我们来看红丸继续寻找机会向前进攻 跑跑过去轻角方位,想抓一个红丸头应该没有抓住 来看红丸继续向前重腿压制 后撤带了一个重腿,跑跑过去还是被打,红丸继续给他来一个空头 然后向前一波推,小跳逆向,继续跳中腿进攻后撤 对手的这个隐藏也被废掉,山顶三连梯走一下 看赛斯还能不能再打出一个隐藏,一个架招架了过来,一顿猛锤 现在赛斯还有三科技,完全可以再出一个隐藏 因为这个版本不暴气也可以出隐藏,那属性有一个 来看赛斯后撤,后往空中小跳,话不如没有接住 虚晃一下,还是中了一个跳中腿 没能撑住,应该是想偷对手的隐藏 下面来看下一局 看战天上的雷蒙,这个雷蒙因为可以无线连啊 所以说众位高手也是比较喜欢用他 空中一个cd,到版面大破展翅,大破展翅继续压制 红丸逆向,但是还是被摔 你看雷蒙继续大破展翅,进行前进攻 下不停的没有偷到,红丸继续反身位跳中腿 雷蒙继续后撤,双方继续一个小杀啊 我们来看中腿一别,一把抓住,带走红丸 现在双方进行到第五局的一个比拼 第五局来看玛丽,咱们看玛丽这次有没有很好的操作呢 下半勾腿没有勾住 玛丽后撤,但是中了一个大破展翅 雷蒙继续向前一波推 大破展翅但是还是被打,玛丽现在轻腿bc 摸到一个滑布,圣龙取消接一个超比杀技 把他一顿狂转 啊,二十一连要打出 看玛丽继续向前一波推,空中跳出地 刀版面手再次后撤,哎,轻手以摸 哎,你看来看大破展翅 现在对手带着冲出 但是玛丽还是不断向前推进 现在雷蒙已经胜血不多了 镇天成,情况也不是很好啊 这局,哎,就在这时 他突然连上一个无限连的招数 最后使出一个隐藏,成功进行翻盘 这个就有点赖了这招 啊,最后一招,结束 二十七连,二十八连应该是